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 我只是云青 我只是云青 大义 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 当年天地将你封神 与你神力 对你期望甚高 你却行差踏错 人性尽失 大义 你 赵阳 今日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 那就追随几个哥哥 你去吧 赵阳哥哥 欣宇 这些节目就给我们照顾 来 还有我 哥哥 赵阳哥哥 别急 我们一起去救你赵阳哥哥 快去快去 可别想查案子开始 我们一起去 哥哥哥哥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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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雨 你哥哥 我刚刚偷了 好,這應該是最後的地方了,我們先回去看一下他們的狀況 這邊好暗喔 暗咪摸 暗了吧 無暇美女 這裡 有人 零河 雖然到底有沒有死啊 好 零河死了 這是真的死的 被淹死的 這邊有東西耶 算了,我看不到 哇 我都覺得這個地圖好像走過 有啦有啦,這個有走過 這邊好暗喔 這邊爬 這裡是剛才的地圖 好,這邊是這個東西 遇到水面狀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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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來,當年興建大紀 我和蒼葉恐怕就是被大義的混沌之間所殺 我和蒼葉,分別為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主 並身負著守護天極星的職責 大義當年,除了欲掩蓋定之真相之外 恐怕也是為了找到天奇心 以破除混沌的最終封印 幸而,南北斗七年 最終位落在她的手上 聖霖,我和蒼葉 我和蒼葉之神三精 獨自射的王的野心 孩子,去哪兒 我會一直陪在你的身邊 我會一直陪在你的身邊 南北斗七年 一 兩兩八 一! 一! 好,我先走了 小兵的話應該可以快轉 這麼痛 我們快轉 不是很好打 我覺得把旺蘇換回來好了 好 知道 好 這邊也快轉 好 打完了 這邊的敵人超難打 好 狗狗狗 我 絕對不會讓你們的犧牲白費 這邊的話 哎呀 掉過去嗎 OK 掉不過去啊 這裡嗎 這裡啊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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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D 哎哟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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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會亂撞的啊 好 我們走咯 趙陽哥哥 同盟 握手 魚兄 風盟身法迅疾詭訣 再加上浩大的混沌之息 我們需聯手 以星輪之力壓制 方有勝算 你勿充擔心 儘管傷情 我會配合你 得罪了 再用清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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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组织 组织 万帆接法 见明长空 柳慧 进 你要去哪zeni 组织 组织 屁股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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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有的主要是 其实我无理 昭阳哥哥 你伤到哪儿了 你是不是很痛 阿天 昭阳上神他 你们帮不了他 他中了混沌之剑 恐怕再过不久 就会被混沌吞噬 你胡说 昭阳哥哥不会死的 哥哥 哥哥 你那么厉害 现在只是受伤 你会好起来的 对吗 哥哥 只是暂时不能动了 哥哥绝对不会输给混沌 哥哥 哥哥 张阳哥哥 小语 哥哥知道 你一直很像与哥哥一样 成为人人注目的太阳 只是 这其中的辛苦与责任 哥哥哥 哥哥 我决一斤 愿意助不愿你承担 你承担 现在 哥哥知道你长大了 所以 你要代替哥哥 重回天际 哥哥不要 西域不要长大 这是哥哥的羽衣 西域不能打 西域很笨 什么都记不住 什么也做不好 无法代替哥哥的 重阳哥哥 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 西域一定乖乖留在你身边 再也不乱跑了 哥哥 我不要你的西域 我不要 小语 哥哥 哥哥知道 你一定可以的 这是小语 喜欢的人界 小语想要守护这些人们 是不是 哥哥 就在这里看着你 你也不要 生哥哥的气 好吗 西域不生哥哥的气 西域最希望哥哥了 所以哥哥 所以哥哥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哭什么 你不是一直希望 自己能变漂亮吗 又不是飞上去 就不能回来了 西域 千万小心 西域妹妹 小卫星 黄叔姐姐 对不起 西域不能再陪你们往前了 西域要继续完成 哥哥的心愿 记住 神人齐心 才能平息被大义怨恨所驱使的混沌 我的冤魂 绝不交出 区区蝼蚁 看无让你魂飞魄散 博天等等 博天 冯某也是被大义所杀的可怜人 看他的模样 恐怕也是遭受控制 哼 他既早已是行尸走肉 除与不除 有何区别 且让我以净化之力一事 或能让他恢复清明 盈川大哥 我也来助你一臂之力 师父 为什么 你会变成这样 不可被混沌迷惑 师父 不 不 师父 不要 我 我不想杀人 不要这么对我 冯某 我 我分明已被师父杀害 混帖还被提去重塑同工 为何还能 是你们还我清明 不错 你们 不该助我 射星辰 周星神 我是敬的罪魁祸兽 我清楚记得 毁掉的每个村子 记得那些哀嚎声 就算此时以身祭奠冤者 仍是罪无可输 冯某 你想做什么 金乌返天 混沌幽红英能消停泄训 不许 趁我还有一丝清明 必须与他 做个了断 若真如冯某所说 我们必须立刻前往神敖之族 不可自耽误 天色 变亮了 细雨他 正独自一人在天际努力着 我们绝不能辜负他的心意 和朝阳上神的牺牲 小笨 没想到你是那么的勇敢 你可千万 别被混沌打败 或许 我也该做决定了 好 那我们自己到这边结束好了 喜欢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按钮 记得打开 这样的更新影片 您就能收到通知了 谢谢大家 这里只有收看 拜拜